87版《红楼》才是绝美时代 87版《红楼》演员重剧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 《红楼》美人应由在,只是朱颜改 87版《红楼梦》重播了千余次,三十年过去 当年神采飞扬,灿烂夺目的演员们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他们在《红楼》里永远鲜艳,出了戏也淡定面对岁月 而87版《红楼》无疑将故事里的人物塑造得最贴切 运味传递的最到位,排原度也是最高的 她在那个角色里畅快淋漓地活过一遍 身上也留下了许多黛玉的样子 林黛玉像肖玉允之前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 而陈小旭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顿入婆门 最后也是无比亲近地离开 87版《红楼梦》有太多经典的女性角色 王熙凤也是一个,她的美在于见识、心思、权力 因而她的富贵宏华跟《红楼》本身的脉络是连在一起的 87版《红楼梦》里的精灵十二柴 她们身上有天下女子的好与不好 慈悲与冷淫